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生活经历了 传说中国古代很多皇帝 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药 费尽心机付出巨大代价 现代人也寻求各种方法 保持青春 避免死亡或缓延死亡 他们在墓地铺上人造草 并在坟墓旁种上鲜花 以掩盖死亡的可怕事实 许多人试图通过防腐技术 美丽的花朵和安慰的花 来隐藏惊吓的王 然而也有很多人并不害怕死亡 他们只是无视他 事实是死亡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都在漫长的死亡路上前进着 想象一下如果出生是开始 死亡是结束 从生到死是一条长路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在这条路上走着 每过一天 我们就是离起点越远 越接近死亡 我们大多数人的名字 至少会上报纸 是了 现在是上社交媒体了 至少三次 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婚礼和我们的死亡 历代的通用木制名是 他出生 他活过 他死了 上帝把你身边的人都带走了 你的心脏却还在跳动 但总有一天你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你的膝盖会在你疲惫的身体下 银车会开到你家门口 承办人将通知报纸 你的名字将出现在复稿栏中 除非基督再来 我们每个人都在前往墓地的路上 如果葬礼是最后的 坟墓是一切的结束 一个人像动物一样死去 那么我们就不能责怪人们像野兽一样生活 不是吗 反正最终如果死亡就是结局 如果无论怎么生活 最后还是如一只动物那样死亡 然后结束 那么生前如何生活又有什么重要呢 但是坟墓并不是全部 死亡不仅仅是在墓地上堆起雏菊花就结束 在那之外 你的灵魂将永远生活在某个地方 死亡并没有结束这一切 圣经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至十三节 描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的细节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今天的影片 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看死亡的现实 第一 死亡的确定性和现实性 许多人倾向于避免严肃或深入的思考 或讨论死亡的课题 有人这么说 我希望我知道我将会死在哪里 如果我知道了 我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 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知道 在自然的过程中 他迟早会经历死亡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确定的了 他可能会延迟到来 但他一定会来 就像出生一样自然 圣经诗篇89篇48节说 谁能偿活免死 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 我们怀着崇高的希望和远大的报复 踏上了人生的征程 生命似乎是美好的 死亡似乎很遥远 年复一年 生活顺其自然 我们读到一些国家 有数千人死于饥饿 但这些地方似乎离我们很远 他们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人 然后一个邻居去世了 这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 但仍然没有直接影响我们 我们很快就会继续我们的工作和娱乐 我们倾向于对悲剧和死亡产生免疫力 然后当某一天我们所爱的人 可能是一位父亲 一位母亲 配偶或孩子被带离这个世界时 一切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看到了垂死者不断变化的面孔 我们无助地听着缩短的呼吸声 我们说了最后的再见 然后一瞬间 即将离去的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眼前 进入了未知的世界 圣经约伯纪十四章一二五节说 人为夫人所生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 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你那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过 花开花谢 我们的岁月就像收费公路上的里程碑一样流逝 今天是圣诞节 新年 复活节 感恩节 然后又是圣诞节 就这样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 在短短几年内 我们每个人都会穿着寿衣 睡在棺材里 我们的身体会变成一团腐烂的肉 我们的灵魂 要么享受被救赎者的幸福 要么遭受地狱永恒的苦难 死亡会降临到你身上 就像他已经降临到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身上一样 死亡是确实的 现实的 第二 死亡时发生的事件 约伯问 人死了 还能复活吗 约伯问的是 我们从这里往哪里去呢 死亡和未来的状态 就其本质而言是奥秘的 如果离开圣经中的启示 就无法解开 圣经回答了 人死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 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 尘土人归于地 灵人归于次灵的神 在死亡时 你的身体将被放置在坟墓中 它会腐烂回归尘土 等待复活的早晨 在死后 基督徒的灵魂将立即进入荣耀 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说到 拉撒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毫无疑问的 天上有一群天使 在等待上帝的子民死亡 带着他们凯旋从地上到天堂 我相信死后的五分钟 会给被救赎的灵魂 带来比这个世界上 任何经历都更棒的体验 这将是上帝的圣徒真正的归徒 圣经哥林多书五章八节说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然而 一个死在最终的人的灵魂 将立即进入痛苦的境地 诗篇九章十七节说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以故罗伯特 因格索尔自称是无神论者 也是自由思想的倡导人 他嘲笑圣经和圣经中的上帝 当他临终时 他的灵魂开始因恐惧而僵硬 他惊恐地喊道 上帝啊 如果有上帝 如果我有灵魂 请怜悯我的灵魂 在死亡的魔掌中 即使是骗子 也会被迫说出真相 罗伯特 因格索尔似乎意识到 当一个人停止呼吸时 他并没有停止存在 死亡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身体回归尘土 基督徒的灵魂被天使 带到上帝的乐园 一个还没有因着 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而重生的人的灵魂 将在地狱中遭受折磨 第三 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 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 死亡不应该是可怕的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对基督徒来说 死亡是一种远比这里 所能体验到的 美好和荣耀的开始 对基督徒来说 死亡是离开一个 充满罪恶 悲伤 辛劳和苦难的世界 并进入一个 更美好的世界 许多圣经段落 表达了这个真理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 我听见从天上 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腓利比书一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当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另一方面 死亡本身 永远不应被视为 是一种祝福 死亡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敌人 给人类的心灵带来悲伤和痛苦 如果不是作为对罪的惩罚 死亡是永远不会进入世界的 当灵魂脱离肉体 所有温柔的感情和甜蜜的联想 都在一瞬间被打破 即使是最虔诚的人 也不会对这种神秘的变化 没有一种陌生而诡异的感觉 大卫谈到死因的幽谷 保罗将死亡描述为 最后的敌人 并带有像毒蛇般可怕的刺 当耶稣站在拉撒路的朋友身边时 他自己也哭了 虽然基督徒不再害怕死亡 但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敌人 这是一种惩罚 他带来悲伤和痛苦 然而在更高的意义上 由于耶稣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因此死亡只是基督徒的归宿 进入主同在的喜乐 是如此荣耀和如此吸引人 以至于我们应该准备好 并愿意离开身体 无论何时呼召 我们都愿意与主同在 已故传教士阿多尼拉姆 贾德森 我不厌倦我的工作 但当基督叫我回家时 我会像一个离开学校的小学生一样 快乐地离开 第四 为死亡做准备 如果你知道明天将是 你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 你要如何度过这段时间呢 重要的是 当我们即将死去时 我们已经完成所有该做的事 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 就只是为了死去 这不是很棒吗 死亡常常在 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到来 那时可能没有时间 纠正我们一直想要解决的错误 约翰·魏斯里曾经被问到 如果你知道你会在明天晚上十二点钟死去 你会如何度过这段时间呢 他说我会按照我打算花钱的方式去花钱 我今晚会在格洛斯特讲道 明晚再讲 然后我会帮朋友修理他的房子 我会和家人交谈和祈祷 大约十点钟回到我的房间 把自己交给我的天赋 躺下睡觉 然后在荣耀中醒来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多么美丽安详的画面 一切已经完成 没有尚未完成的 没有遗憾 只是安静地等待 被揭取一个美丽的地方 当然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经历一人之死 如迷数记二十三章十节所说 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 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 如果你想以一人之死而死 必须符合一些条件 第一 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从天上带来了拯救的福音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第二 你必须认罪悔改 弃绝撒旦的一切恶行 以及世上一切罪恶的享乐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第三 你必须在基督教洗礼中 与上帝立约 以耶稣为你生命的主人 并以他门徒的身份生活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 谢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当你做了这些事实 耶稣在独楼地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就成为保护你免受上帝愤怒的盾牌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食所犯的罪 在一个几百人的乡村里 住着一位行医五十年的乡村医生 他照顾了三代病人 深受乡下人的喜爱 他不仅仅是一名医生 也是一位朋友 顾问和教师 布朗博士的办公室 在当地一家药店的楼上 在通往他办公室的楼梯脚下 有一个简单的标志 上面写着布朗博士 办公室在楼上 附近没有人不熟悉这个标志了 侍奉了五十年后 他去世了 全村人都参加了葬礼 追悼会结束后 他的朋友们开会讨论在他的坟墓上 放置一个合适的木质的问题 他们准备了一块木板 上面写着他的出生和死亡日期 然后他们取下那个楼梯脚下的旧牌子 把它定在木质上 木质上写着 布朗博士 办公室在楼上 亲爱的朋友 我要请问你 楼上有你的家吗